AudioJungle 短片和符号,而是带着故事、温度、情感寄托的存在,让我们了解历史、了解文化。中国酒家重量级博物馆,27件珍贵馆藏,为观众详细讲述国宝的前世今生,而这其中就包含陕西历史博物馆选送的三件国宝。点击查看精彩视频杜虎福演绎2000年前的将军令。 福,是中国古代常用的一种信物,一般根为两半,两半相合,就能作为办理某类事物的定约和建约的凭证,现代汉语中符合一词来源于此,宾福相传是由周朝军世家江子牙发明的,是古代君主或皇帝受与陈属兵圈后,调动军队的平信物,多亦青铜铸造,因其装成虎形,故称虎福,杜虎福,1973年, 西安南郊渡城村附近,一位农民离地时,发现了一枚行刺虎的秦国兵符,背面有槽,经上有一小孔,虎福上有错金明文九行四十字,兵甲之符,又财在军,左在渡,凡兴土被甲,用兵五十人以上,必会军符,乃敢行之,凡岁之事,虽母无惠符,行殴,也,自体为小传,意思是,又半符掌握在国军手中, 左伴符在渡帝军师长官手中,凡要调动五十人以上的代甲兵士,渡帝的索符就要与君王的幼虎相合,才能行,动,但遇上风火报警的紧急情况,不必会和君王的幼虎,带兵将领客直接出兵就驾, 明文反映出秦代义又为尊的习俗,以及结果军权的高度集中,只要争调五十人以上的兵士,必须经君主认可,这件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虎符,只有左半符,所以被称为秦渡虎符,而又半符的去向至今为你, 这件文物最珍贵的地方,在于住在他身上的明文,是所有出土虎符中,明文最长的一件,且保存完好,特别是四十个错金字,做工精致,笔画优美,反映了中国古代错金工艺的高超水平, 据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布副主任江涛介绍,推荐秦渡虎符作为三件国宝之一登上央视舞台,主要因为秦是大义统的开始,自秦始皇扫禄和费奋风建立秦朝之时,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以统一汉的,为衡量标准的中央集权制度王朝,而自战国时期秦孝公积位以后,决心图墙改革, 赵赏阳入秦提出了费景田、重农桑、蒋军工、实行统一度量和军限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,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,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,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,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节点,拉开了新的历史序幕,杜虎符讲述的故事, 能让观众更好地了解清国的军事制度,带领大家穿越时空,感受两千多年前战场上的烽火狼烟,缺楼一丈图的,前世今生,三出缺楼一丈图,是唐义德太子李仲润目中的壁画,义德太子李仲润,是父亲李显与母亲为侍的第一个儿子, 从出生起就受到祖父高宗李智与祖母武则天的喜爱,随着年龄增长,他的眉眼出落的与祖父愈发相似,气质高贵,有注重孝道,更加被祖父母偏爱,高宗甚至想为他的服属设置官属, 但这一切在藤外他的祖父去世后,发生了发凡天赋地的变化,父亲的太子之位被祖母废除,自己从皇太孙被贬为庶人, 在初元年690年,已经大选独揽多年的太后武则天,终于废除了李仲润的叔叔瑞宗李诞,登上皇帝之位,用尽心力书写了一代女皇的传奇, 到了胜利元年698年,武则天赶到了身体的衰老,复立李显为皇太子,封李仲润为少王,李仲润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, 他鄙视朱雀门内的权力斗争,与妹妹、永泰君主、妹夫五颜姬、议论祖母和张氏兄弟的隐私, 是责张氏兄弟恃宠而骄扰乱朝政,不曾想这番私人聚会中的言论传到了皇帝耳中, 随后,李仲润与五颜姬被赐死,朱雀门中的美少年,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,满腔暴腹还未施展就如尘埃般消散, 却楼仪仗图李仲润的离去对父母而言,是难以言说的伤痛,中宗李显继位后,追封他为义德太子, 其墓葬规格极高,浩墨为灵在当时只有皇帝墓才可享用灵的称号,并陪葬在祖父李治的前,灵旁, 斜坡木道,六个过洞,七个天井,四对小看,墓室内满会了精美的壁画,但因遭遇过道扰,最终保留约四十福, 三出缺楼仪仗图就是其中之一,三出缺超越了太子使用,二出缺的标准,显然是号墨为灵,而依天子之力构筑的, 出延远,斗拱比例大,是楼缺显得高大雄伟,雀楼失以红色,家之主要连接点为金铜事件,给人一热烈奔放和金币辉煌的感觉, 巍峨的红色雀楼图,既反映了皇家建筑的豪华气派,也体现了一位父亲失去儿子的悲痛和想要尽力补偿的无奈, 杨贵妃同款香囊内部静爱藏航空科技自古以来,香料不仅是实用物品,更是人们依托美好愿望的载体, 古人对香草香木取之永之,搁之永之,如屈原离草中的永叹, 互将离于壁止兮,任秋兰已为配,朝引木兰之坠陋兮,西参秋菊之洛英,互付爱以营要兮, 为雍兰其不可配,和兮日吃芳草兮,今直为此削爱也,交专命以骂涛兮, 杀又与冲夫配为秦汉时,随着国家的统一,疆域的扩大,南方施热地区出产的香料,逐渐进入中途, 后来因陆上丝绸之路,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活跃,东南亚,南亚及欧洲的许多香料也传入了中国, 陈香、苏和香、鸡舌香等,在汉代都已成为王公贵族的炉中家品,西汉初期, 在汉武帝之前,熏香就已在贵族阶层流行开来,到了唐代,对外贸易空前繁荣, 西域的大批香料,通过横跨亚洲腹地的丝绸之路, 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,文人、药师、医师及佛教、道教人士的参与, 使人们对香的研究,和利用进入了一个系统化的阶段, 这时,葡萄花鸟文银香囊应运而生,成为唐代贵族妇女流行事物, 葡萄花鸟文银香囊,这件文物的精妙之处,在于下部球体中的积环, 内层则放置则一个装香料的香鱼,运用巧妙的重力设计, 使得无论佩戴者如何晃动,香鱼总能保持平衡,不会让香料露出来, 而这一原理在近代才被欧美广泛应用于航空、航海领域, 据陕利博保管部副主任贺新达介绍,葡萄花鸟文银香囊, 1970年出土于西安市河家村,外径4.6厘米,内部的金香鱼之径2.8厘米, 列长7.5厘米,香囊外壁用银制,成圆球形,通体镂空, 以中部水平线为界平均分割成两个半球形,上下球体之间, 以子母扣套合,内设两层双轴相连的同心圆机环,外层机环与球壁相连, 内层机环分别与外层机环和金鱼相连,内层机环内安放半圆形金香鱼, 外壁,机环,金鱼之间,以锚钉锚接,可自由转动,无论外壁球体怎样转动, 由于机环和金鱼重力的作用,香鱼总能保持平衡,里面的香料不知洒落, 制作工艺复杂,巧妙利用重力学,设计构思令现代人探觉, 小小的香囊不仅体现了1200多年前,唐朝,在科技水平上的领先地位, 也见证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历史进程,据史料记载,西汉时期, 张谦将西域的葡萄,及葡萄酒酿造技术引进中原, 促进了中原地区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技术的发展, 葡萄文是古代西方常见的器物装饰文样, 中国自南北朝时期开始使用并流行, 到了唐代,金银器敏制造业发达,数量大,品种多, 首都长安成为国内金银器制造中心, 据了解,唐代的金银工艺有着明显的时代特质, 而最具有唐代金银器特点的工艺当属赞克与锤蛇, 打造的器皿轻薄便于携带, 尽管在其他时期的金银制作中使用过相同的方法, 但技艺都不及唐代金盏、速特、撒山赞克工艺的传入, 各种冶炼方法的发展与成熟, 以及大量的社会需求为唐代金银工艺, 发展迈入巅峰阶段提供了客观条件, 所以,以葡萄文为样式, 以锤蛇工艺制作的银箱囊, 自然得到了上层社会的青睐, 记者王英来源, 陕西传媒网央视金市, 任虎鹏审和, 李克轩编辑, 崔瑞娜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